这样加起来大概总共花了大概差不多1500马币左右吧 所以结婚不便宜 不要随便离婚 最重要我要提醒你们 如果你们要在马来西亚结婚记得要穿很长的衣服 因为我已经第二次他们不给我进去 OK 第一次我认为是我的错 因为很短 但是这个是我的衣服 历史里面最长的衣服 他们还不给我进去 他们就叫我去买这个裤子 这个裤子都花了30块钱 所以我就把他们带在台湾当作我们的纪念品 我们现在真的就是真的 真正真正的完成了我们的送件的结婚手续 看一下爸爸有没有来见 爸爸 哈喽 再见 哈喽 爸爸 这边三个人回来了这次 三个人回来了 这次三个人回来了 对啊 爸爸觉得是男的还是女的 希望是男的还是女的 都是男的 都是男的 不要一起 还不知道 还不知道 到时候才可以爸爸讲 好 嗨 大家好 我们现在到了马来西亚 这一次我们去马来西亚 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办我们的结婚手续 因为小孩我们已经做好了 但是我们已经 对对对 我们之所以要回来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因为在台湾并没有乌克兰的大使馆 在亚洲只有两个地方有乌克兰的大使馆 一个在香港一个在马来西亚而已 对所以我们当然是学马来西亚因为我是马来西亚人 所以我这一次呢就特别去找了很多资料 因为在马来西亚你要跟外国配偶结婚的话呢 你的外国配偶需要准备一些资料 比如说他的单身证明 我们要检查到底加纳在乌克兰有没有偷偷结婚 他是不是隐瞒我 那边是不是有两个小孩之类的 所以要查清楚 单身证明之后还要出身证明 看看你是不是假冒的 你是不是间谍 证明你的身份 OK 所以这两个资料都要到马来西亚的乌克兰大使馆去申请 然后再到马来西亚的婚庭注册所就是这样子 基本上如果你要跟外国配偶结婚就是要有这些资料 好 我们先去乌克兰大使馆 我们现在回到马来西亚的乌克兰大使馆 超麻烦 因为这一晚要预业两个月之前 全部都没有预业 然后我们来这边当时 你们不断进去 然后我打给他说 我可以 我怎么办 我不能飞 我说那为什么你早没有想这些东西 我说因为我不知道 然后我来这边 我们说如果没有预业就不能飞 然后我就知道紧张很强 我说拜托我会晕 拜托不要 我要结婚 不然我的小朋友没有办法 他就说要先去付钱 然后回答Email他会跟我说下个礼拜什么时候要了 然后下个礼拜要了这些 也要注意这些东西 都没有办法 所以现在我们等了四天 他完全没有发Email给加拿 他说我会在Email联络你 我以为一天还是最多两天 我每一个小时都检查我的手机 完全没有什么 他们的Message 我就跟杜雄说算了不要管他们 我们自己去 直接先付钱再说 而且我们付的是280块 280块是加急的费用 再加93块是原本的手续费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去付300多块 这样他们就没办法解决了 今天我们第二次来这个 对 乌克兰德大使館 然后我们都没有访问 但是上次他说我们要先去 可以银行付280块还有93块 然后就可以回来这边拿东西 今天运气非常好 因为有一个人他的时间是早上 他就没有来 我们用他的时间起来 我们需要去掉 总之我们是虚惊一场 总之记得如果要办这种手续 还是要提前上去查清楚 多久之前要预约 但是我们今天很顺利 拿到了单身证明 但是这个还不够 这个只是乌克兰大使馆的盖章 我们还要再去一个马来西亚的 外国人的部门 再拿另外一个马来西亚这边的盖章 然后这一张单身证明 才会在马来西亚是成立的 所以各位要跟外国人结婚的 记得我们要两个盖章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准备去 布托去拿另外一个盖章 我们的运气很好 因为今天那个乌克兰的政府非常好 对我们非常分离 他看到我紧张到快不能讲话 他帮我 感谢他 因为我们有跟他说 这个小孩已经怀孕三个月了 如果四个月了 如果他没有这个的话 我们没有办好结婚手续 这个小孩他就会变成单亲妈妈了 到时候小孩的手续会非常麻烦 对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处理 这个不能失败的 这是一定要成功 所以现在我们去那个外国的家 对 我们要去拿另外一个盖章 对 我们加油 我们刚到了那个马来西亚的哥们 他们不让我进去 因为他们说 我这样穿很少 然后妹妹也是 然后他们出去 全部要cover身体才可以进去 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族群 一个人去那边处理东西 真的没想到 因为长太短 就不能进去处理东西 好够张 但是这个是这个国家的 罗 所以我们要顺势他们 下次会知道 我不能随便穿 你们也可以看我的妹妹 来跟我们处理东西 我开个电话 Sexy girl Sexy girl 为什么你不要进去 谢谢 付了20块 然后 登登登登 好了 给我一个盖章 这张就 当生证明就正式在马来西亚新秀 所以我们就可以去办理我们的结婚手续 我们到了新山的几天 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资料已经完整了 我们有单身证明 有出生证明 有翻译 然后有日期 有证明他的性别 他的名字也对了 全部弄好了 结果他跟我们说 可能还要在工作天 因为我们好像要预约 去那里都是要预约 所以在那边 我们已经受不了了 我已经搬出大绝招 我就跟他说 加纳已经怀孕了 而且我们这样子不能够再 到时候 因为如果要五个工作天 我们隔天要飞乌克兰 就等于说 乌克兰回来之后 他入境还不能立刻处理 要入境的八点后 所以我们又要延期 然后做了之后 下一个月 要等一个月之后 加纳又要再飞回来 飞回去 那个时候 他的肚子可能已经 六个月 五六个月大了 所以那时候 飞一次相对比较危险 我就跟他讲这些东西 希望他可以通融帮助我们 对 结果他们说 好 一天内可以处理这些东西 但是 这些东西还不是完整的 他还说 我们需要我的 religion证明 因为乌克兰是穆斯林的国家 对 荒谬 我当天是乌克兰 可以是穆斯林国家 因为那个纸上面是写说 比如说 巴基斯坦 什么 还有什么 卡扎斯坦 对 乌斯贝克斯坦 如果你住在 religion 的国家 但是你不是穆斯林 你要给他们看证明 但是我从来 以前过在乌克兰有穆斯林 然后他说 乌克兰是穆斯林的国家 结果 我们去查那个 排名 乌克兰是穆斯林的国家 穆斯林认定的回教国家里面 居然包括了中国 居然包括了台湾 居然包括乌克兰 这些国家 通通在回教的世界里面 你们都是穆斯林国家 我不知道他是怎么算的 他可能是按照 你有超过多少人口的穆斯林 你就是穆斯林国家 所以居然连中国啊 台湾啊 这些都是穆斯林的地方 所以如果你是从穆斯林的地方 来马来西亚结婚的话 就要多一个证明 证明说你是非穆斯林 所以我们又要再回去乌克兰 办一个穆斯林 非穆斯林的补件 才能够完整的补齐我们的资料 对 但是还好 他说那一天我们要登记的时候 就月13号才可以给他 所以他拿了我们的资料才好了 终于拿到了我们的婚姻注册的手续 已经送出去了 然后现在距离真正拿到结婚证书 只查最后的一步 就是他们要有一个审核的时间 那个时间到了 我们就可以来拿 给我们的结婚证书 而且是 9月13号 特别现在9月12号 就是他最后一天的 offerido 你有没有跟他们说 为什么我们这么赶 好像还没有说到 没有 他们不知道因为我会晕 我们就很趕时间 走飞机过来这边 还好这边人 太好爱就好不如的人 他们好商量 大人马克思 我们整理一下 帮大家整理一下 因为这个异国婚姻真的很复杂 我们也是跑了大概两个星期的时间 才会把它整理出来 OK 现在我先整理一下 如果你想要进行异国婚姻 在马来西亚的话 第一步要做的 我认为是 先把你所有要翻译的文件 先送去翻译 因为翻译要4个工作天 所以你可以先送到翻译之后 再来处理大使馆的事情 不管你是哪个国家 然后你就去大使馆 处理你要的那个单身证明 出身证明 然后再注意一下 就是单身证明上面 一定要有性别 一定要有日期 还是一定要有完整 跟出身证明一样的名字 所以这些资料一定要有完整 我们就是因为不完整 所以我们跑了两趟大使馆 也跑了两趟这个外交部去盖章 OK这个处理好之后 基本上就是可以把它送件 但是送件要注意 就是要外国人入境 马来西亚的第八天之后 才可以处理 所以你不能安排太短 太仓处的时间说 只是回来马来西亚 要立刻处理是不行的 所以我们也是待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可以来处理 然后接下来的就是送件 我们整个手续翻译花了320码币 然后两次盖章 分别花了20块跟20块 然后加上最后领证的时候 还要花55块 中间的拍照费 还有甚至我们的所有的交通费 包括这一次我们特别从 吉隆坡跟新山来回的飞机票 这样加起来大概总共花了 大概差不多1500马币左右吧 所以结一次婚不便宜 不要随便离婚 最重要我要提醒你们 如果你们要在马来西亚结婚 记得要穿很长的衣服 因为我已经第二次他们不给我进去 OK第一次我认为是我的错 因为很短 但是这个是我的衣服 历史里面最长的衣服 他们还不给我进去 他们就叫我去买这个裤子 这个裤子都花了30块 记得这样 所以我就把他们带在台湾 当作我们的纪念品 我们现在真的就是真的 真正真正的完成了我们的 送件的结婚手续 我们大概要等多久 一个月吧 一个月之后就可以领到我们正式的结婚证书 就是我就正式终结单身了 现在她还是我的未婚妻 我还是本亲妈妈 这个影片就先到这边 要提醒所有想要进行异国婚姻的朋友 异国婚姻是非常不简单 光是刨手续就可能会刨死你 但我们还是完成了 这边上可能有点消失 药案 你这边上可能听将其 trucks 我有会 наг game 这边